我想讲讲关于分享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讲以前我是怎样 后来我怎样 而是讲出在过程中 怎样处理 为什么呢? 比如说以前我被家人影响 现在我不被家人影响了 人听完觉得好 不过不知道你怎样做 在分享里面学不到 当时我里面有一种怒气或者不开心的感觉 但是我一直被这种感觉影响的时候 我怎样处理 我留意到我里面有这种负面的感觉 于是我就怎样处理 比如说我留意到了 然后我知道这种事不好 然后我就祈祷 祈祥帮助我 里面都想讲这些说话 但是我选择不讲这些负面的说话 我选择讲正面的说话 这样你就讲出过程 或者讲出 其实本来是很难的 本性是不想这样改变的 但是又想想 我的生命很宝贵 我不可以因为这件事而破坏了我的生命 所以我呢 虽然我心里面都想折回它 但是呢 里面我就自己和自己挣扎了 就告诉自己 我如果这样犯了水 我又软弱了 又被魔鬼留地步 于是呢 就在那时候呢 我就选择了祈祷 然后我选择了信服 这样的时候呢 人家听完呢 就会知道这个过程 所以凡是分享 我们都将这个过程说出来 譬如不是这一类的分享 譬如是第二类的分享 譬如说 有危险了 有危险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形容那种危险的程度 有多高 而且在危险的时候 多么害怕 多么不可能 有解救的方法 然后在那时候 如果你有祈祷的 你就说出了祈祷 或者在那时候 神就是很神迹性的去改变 那你就说出那种困难 然后你心里面的害怕 然后突然间 哇 发觉神是这样的时候 这样救我们 于是他心就很感激 很兴奋了 就是他的过程 将我们的过程说出来 和说出那种 我们的感情的回应 让我们呢 就是别人听完之后 觉得很兴奋 哇 神这么好的 于是人就会看到 神的工作 就很兴奋了 这个就是 我们分享的时候呢 尽量丰富 让人听完之后 应用得到的 在分享的时候 或者讲道的时候 身体的动作 那么呢 就 左右摇摆的动作呢 如果稳定地 不断地摇摆 有一个不好处呢 就是 就是 别人会好像要跟着你的 就是 眼一路跟着移动 这样 而最好呢 就是我自己觉得 其实你可以 走或者 向前走或者 向側走 但是呢 每一个动作是 根据你所说的东西 就是你所说的东西呢 你就在那里 就是 就有那个动作 而不是 因为 当你一跟着自己 就变成了 你那个整个过程 都是好像 被这个左右摇动 来影响的 而我们是 怎样呢 就是说的时候 就是 譬如说说 神真的很爱我们 那时候呢 如果摇动 是不适宜的 神很爱我们 就不适宜了 你就在那时候 把感情放下 神真的很爱我们 整天都陪着我们 一夜陪着我们 就是每一动作 是根据所说的内容 而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习惯 就是 你想说 哇 真的很兴奋 那你就兴奋的动作 或者是 轻松 就是 在大自然界 哎呀 散步真的很轻松的 在小孩子 小时候 在妈妈的怀祝 都是很轻松的 我们在神里面 都可以 哇 那么轻松 享受我们的主 我们的关系 就是一个享受关系 我们的侍奉主 也是一个享受的 一种的经历来的 就是说 无论我们说什么 就是根据动作 而动作呢 可以是大动作 可以是小动作 小动作就是 由那个 腿部 都是由小部发出的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这个很小的动作 多谢耶稣 都是由身发出 就不同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那这个呢 人家就觉得 你是做动作 但是当你 身体移动 哈利路亚 哇 耶稣真好 那时候呢 每一个动作 不是有一个pattern 就是这个 这个呢 就会变了我们 那个 整个过程 人家就觉得 是自然的 就不会觉得 你好像有一个 习惯性 我可以 不过 你 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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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